那么念佛这么好 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能往神 圣岸岛大使告诉我们 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学 堂成手 在近代 我跟李炳南老居士 叫我的老师 老师告诉我 他不讲别的 讲台中联系 联系是他老人家创办的 我们联系的同修 都是念佛人的 一万个同修当中 真正能往神的 只有三五个 这不成比例了 这是什么原因 总的来说呢 就不老实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寒破喉咙也枉然 古人讲 口里头有福 心里头没有福 这不能往神 口里头没有福 心里头有福 这个人会往神 原因在此地 所以 求生净土的心 要切 求生净土的愿要坚固 要真正能把这个世缘 放下 你的功夫才能成就 功夫成片是什么呢 心里头真的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这个心里面都放下了 就像念弥陀堂 堂主所说的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你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一切法门 你都得要放下 不用说了 学了什么 学了大线差了 诸恩一就是一个 就是一句符号 彻底放下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我们在 净土深陷路看到了 我们在 王僧传上看到了 我们在现情 念佛同修 往生的瑞相当中 看到了 不是假的 所以 就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 念佛这个法门 秘诀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你只要守住这三个原则的时候 你念佛决定成绩 而且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一般 三年到五年是做够了 只有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方向是西方 目标是净土 性格 最后 有限 就是 在行为 分开 其实 是 我 在行为 我 在行为 因为 我 , 是